李锦冷笑了一声 他发动车子 调转车身 往李家的方向开去 他改主意了 比起自己亲自上场去拿 不是用借刀杀人的法子 更好吗 也不知道 李亮这个小气鬼 知道被李颖的娘家 坑了尽一亿的画作 会不会气得一头栽倒过去啊 到时候 他还能把李颖 看成自己的心肝宝贝吗 走到李家外面 大小姐回来了 今天家里可热闹了 二夫人和二小姐天天的哭 那我倒是赶上好时候了 爸爸在家吗 在的在的 今天他暴怒着冲进来 一把就抓着二小姐的头发 给拖进去了 李锦轻笑一声走进去 他推开大门 猛的一个盘子就砸在他脚旁 而就在门的旁边 李淡淡浑身轻紫的 蜷缩在角落 丢人的东西 不要脸的东西 竟然敢做这么让我力量丢人的事 如果这些照片传出去 我们立家 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抬起头来 老公 都是你教导出来的好女儿 爸爸 你回来了 爸爸 你怎么好好的打起妹妹了 看你把妹妹打得这么过分 我这个做姐姐的都心疼了 你看看你妹妹干的好事 力量拿出了手机 拍在桌子上 真是不堪入目 淡淡 你怎么回事啊 姐姐相信 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你说出来 是谁害你的 爸爸和李阿姨 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我 是 是方子瑜害的我 她说可以引进我去娱乐圈 谁知道那个王总 垂涎我的美色 给我下药 王总的老婆 是来抓方子瑜那个贱人的 可谁知道 把我连累进去了